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五人家庭愿收少于台币三万六都属于贫穷人口 高达23.6%的贫穷率不只相较前年高出2.2个百分点 也创下12年以来记录新高 说好的中国共同富裕似乎在香港跌了一跤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 第三份历史决议在350位官员掌声中通过 代表习近平时代正式启动 习近平作为第三位在任内通过此类决议的中国领导人 就是想让自己和毛泽东邓小平勤迷 甚至把习思想列入义务教育 只是1945年和1981年双双奠定毛泽两人地位 成功让百万人民脱贫 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反观习近平 嘴上喊着脱贫攻坚 手上成绩单却是差强人意 尽管港府积极推动扶贫政策降低贫穷率 但在习近平的无穷之路下 恐怕也只是套上滤镜美化后的脱贫数字 在新闻方权报道 感谢观看